哎 震东吧 待会你来一趟游艇 妈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洪聚和腾达两家公司 决定继续和我们签约了 相信我们集团这次危机啊 一定能够挺得过去 好 哎你别着急啊 你看看现在八点零五分 孩子啊慢慢开车 注意安全啊妈等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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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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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过期 你知道横元集团吗 知道 郑美英是吧 他们的视频有问题 母子俩在一场爆炸中死了 有人说是畏罪自杀 小佳心在什么地方 那个明星 前段时间好像出车祸死了 那些粉丝都哭得不行了 我昏迷了多久 有两个多月了 你叫什么名字 这张脸的主人 原来叫什么名字 韩若飞 我叫韩若飞 我去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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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複合 我自设计划 我去看你 有点蜇合 你 从今天起 世界上再也没望着头 它跟着你们一起离去 世界该灭一切 十年前 我失去了我的家人 我的爱人 失去了我的身份 跨越十年 存留至今的 只有对真相的渴望 对人生的遗憾 到哪了 我今天是彻底把你回来的事给忘 我不是给你发信息了吗 但是你放心 我已经出门了 马上到 那个 喂 喂 喂 这海肯定是生气 挂我电话 天使离开了我们 他叫切家欺 就在十年前 因为天使离开了我们 他是最伟大的偶像 他是最美丽的偶像 请大家跟我一样祈祝他 跟我一起说 让他收起来 哎 站住 没事吧 我告诉你啊 下去这儿我直接抱你抓你 听见没有 你看都是因为你 你要不抓着我能让他抓着吗 看什么看我专业碰瓷小秀 粘上你的吧 你和谢嘉欺什么关系 这是我记录嘉欺姐所有事件的本子 没有这些 这些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你看 嘉欺姐写真奇 嘉欺姐自己做了面具 还有她做广告的这个 哇 现在怎么看 都觉得好美啊 你 你这么喜欢谢嘉欺姐 你这么喜欢谢嘉欺 对啊 我是她粉丝团团长啊 彭震东 我跟你说 都是因为这个的 所以才让嘉欺姐 所以才让嘉欺姐 跟她有仇吗 当然有仇了 本来嘉欺姐出道的时候特别顺 就是因为嫁给这个男的 才走下坡路的 你说她跟他妈去死就好了 为什么还要带着嘉欺姐啊 嘉欺姐听到她的死讯之后 整个人都不好了 每天心情都不开心 就是因为她心神状况不太好 所以 所以才出了车祸 最后导致她 你说的没错 都是因为这个女生 你是嘉欺粉丝团的团长 粉丝团团长 团里一共有几个人 嗯 以前特别多 现在呢 就你一个 管不着 可都十年了 怎么还这么坚持 我跟你说 我爱嘉欺姐一辈子 一辈子 能给我一个理由吗 因为嘉欺姐救过我啊 救过你 嗯 其实我真不喜欢她 我就陪我同学去她发布会见她 那天人特别多 很多人挤我 就把我挤到一个水沟里面 我永远都忘不了嘉欺 救我上去的那个画面 那个时候 她也是一身狼狈 可是我觉得 她是这个世界上 最美丽的女明星 这个世界上 除了我妈之外 她是唯一一个带给我温暖的人 我说你 你说的没错 嘉欺的确能干出这种事 嘉欺嘉欺叫你 你跟嘉欺点什么关系啊 其实 不是她的粉丝 那你不如加入粉丝团呗 我 对啊 我跟你说我现在粉丝团团长 你加入了 我会有好处 什么好处 我在影视公司上班 我可以给你介绍很多漂亮的小姑娘的 你 我 不是 快趴下快快快 快趴下 怎么了 后面后面 你老婆怎么来了 啊 还能怎么来啊 跟踪我呗 我不知道你跟我的关系吗 哎呀我给你打电话都是偷偷打的 信息也是发门看了就删 怎么样他走没走 哎好扯 走没走 走了 走了 你吓的 我的天哪 你放心 咱俩的那点小秘密 我一点都没告诉他 没有 别动 哎呦 跟真正似的 不要摸再摸两下 我 这皮肤弹呢 要不是我把你的照片放我钱包里 我天天看我根本就认不出你了 瘦 那是别帅 嗯 我哪有人呢 啊 呀没注意 他是 他去没关系 你们继续啊继续继续 不是那个不用解释不用解释 我走 我走 不是包 我是不是 啊 不好意思 没事 哈哈哈 哎 祝你们幸福啊 不是 幸福幸福 不是 他 他祝谁幸福呢 你能不能再恶心点了你 嗯 我走了 哎 看什么呢 他想给嘉心办一个纪念晚会 他是 顺瞧瞧 嘉心的粉丝 哎我说东东 我知道我知道我成 东东已经没了 你现在是 韩若飞 哎你怎么连姓都改了 哎改名字是不是特别负担 在国外办的 飞飞啊 昨晚嘉心托梦让我问你个事 够了啊 不真的 真是嘉心让我告诉你啊 他问你都十年了 你的另一半有没有着落啊 那好 那麻烦你帮我证告给他 我永远都不会有着落 你要是有男人指引 你得去医院呢对吧 你这个 我跟你讲 这句话其实也是嘉心让我问你的 不是我说的 喂韩总 我已经在金光集团落下了 对马上见到韩真 你给我电话 我要听你们所有句话 好 来 你这是再见是谁啊 潘志勇 今天是我从潘志勇手里拿回恒远的日子 潘志勇 当年你妈的助理 哎你不是跟我说你在美国的时候身无分文吗 白手起家一点一点起步 在华尔街打拼出来 一直到了现在 你这金融可真没白绝啊 了 全平eman去呗 请 潘先生您好 终于见面了 你好你好 辛苦了来来来 请坐请坐 好 潘先生 咱们直至定主题吧 这个是收购您 麾下的恒远餐饮集团的合约 里面的金额和之前谈的一样 您看看 有没有什么需要改动 你稍等一下 我就说 年轻人好啊 做设计 干净 利索 接手恒远 你为什么不亲自去 那个潘志勇要是知道 你还活着 那肯定给你价钱低啊 潘先生 您看看这合同里面的条款 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很远这个牌子 不行了 你们出的这个价格 比市场价高出了好几倍 我还能有什么意见呢 哎 我听说 你们公司的董事长很神秘 很手露面 潘先生 这好像跟今天的合同 没什么关系吧 哎 哈哈哈哈 好 我看看 对了 合同方面 董事长交代了 如果潘总您有什么意义 在价格方面 我们可以再让步 哎 这么大的事 灵魂董事长就不来一下 不用了 您看后面他签过了 啊 潘叔 这个声音怎么怎么说 什么声音 给我听一听 哦 巧巧 你怎么来了 来 坐 有事吗 潘叔 你是不是又往我盖里打钱了 我都说了多少次了 您不用给我打钱了 我这又不是失神 我答应过你妈妈 要好好照顾你她 你不是要筹备一个 谢嘉欣的晚会吗 那不需要钱呢 那是我们粉丝内部的事 跟您没关系 宋求求求 哪一个宋求求 不好意思 一点私事 嗯 剩下的 咱们就爱留什么办吧 好 韩总 他直接就签了 特别爽快 我都听见了 你去办吧 后面的事情听我安排 好 明白 不正了 帮我尝一下这个宋侨教的资料 最后发我留情了 尽快 怎么了 潘叔叔是不卖啊 卖了 耶太好了 哎 多少钱卖了 比市长家贵两倍 姓潘那他坑你啊 价钱是我做 你你傻啊 你有钱没丁花吗 你 十年前我们彭家家破人亡 从中唯一受益的人就是潘志勇 嗯 总裁这门音一直不敢动面 他是不是心愿心怀一直标榜自己说 不用是他都是放心是财 但这次实际一切 不如 他迅速地接手了恒远 以恒远作为挑板创建了金风 成为今天的餐饮神话 所以你怀疑他 我用了一个不符合逻辑的价钱 为的就是打草惊事物 如果他真的跟十年前的事情有关系 我相信这份合同 这么轻易钱 要我说哎 你就是三十六计看多 真的哎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调查之前的事呢 前面租转啊 哎不回家吗 带你去我店里看看 这么大个店 不 等我儿子长大了 结婚就在你们店里办公里啊 看见大蓝帽子那个人了 怎么了 找我 我没有听起来有点耳熟哎 就是当年撞死嘉金的那个人 不是你疯了 撞死你老婆的人你给放在店里 你天天看着你不弄心啊 他没见过我 这段时间 我一直让阿肯调查嘉金的死业 有没有其他的那个人 我当年的事不是个意外吗 我不相信 你刚才不是让我什么时候开始调查这件事呢 我回国之前就已经开始不住了 哎 谢谢你 赵武今天正好兴班出狱 我让阿肯出面 把他召紧粉丝 他当时走投无路 对公司感恩戴德 做事也特别用心 那你问说什么没有 你跟他谈起这件事情 他就悔恨交加 坚持当年的事情是一场意外 这小子没有问题 潘芸汁我也没有问题 那不就是个意外吗 如果这真的是一场意外的话 我也可以从十年前的阴影里走出来 走吧 回去了 我把你们家按照十年前的样子重新装修了 进去看看吧 哎这邮箱怎么还在这啊 我都说了好几遍让他们拆掉 没事 哎等等我 哎看看吧 怎么样 跟十年前都一样吗 我跟你说啊 装修这段时间可把我累赛 你不让我把事情告诉学校 我就各种瞒着出来盯着装修 那真是跟踪与反跟踪啊 十年了 这个地方还是一点都没变 还记得十年轻人是嘉欣的那天吗 这是无恙 是我最好的哥们 许修 他们是两句朋友 你们好 我没看 这回见到真人了 你是我偶像 真的 我特别喜欢你 我能给你合照一样吗 这就一张 喂喂喂喂 李尔琪 这 谢小姐 不对不对 你现在都是她老婆了 我直接叫你下心吧 我是一名记者 有时间我给你做个专访 你不说话我就当你答应了 对了 你不是说你要给许修离婚吗 离了 那 离了她还跟踪你 哎呀离婚归离婚 但她毕竟还是我老婆嘛 我们还住在一起 所以有点怀疑不很正常 离了婚还是老婆 还住一起 是啊 跟美丽有什么区别 有 我们分房睡 除了分房睡 其他都一样 基本上一样 进来看看吧 家伙 时候 怎么 哎呀 lets 没 对 嗯 你今天好不好看 漂亮 這個呢 性感 讓我小如飛飛 哈哈哈哈 想什麼呢 是在想 跟嘉欣一起拍的新鬼圖吧 讓我拿掉 這畢竟已經不是十年前了 我是希望你能 快點恢復正常 我還不正常 我比你正常多了吧 正常你還調查 潘振永和趙武的事 遊艇爆炸那一天 我媽給我打電話叫我過去 上到公司覆面新聞的事 她還是有鬥志呢 你覺得她會自殺嗎 所以你是回來報仇的 我是回來尋找真相 雖然我是寫推理小說的 但是這個世界 哪有那麼多的陰謀 哪有那麼多壞人 你知道一個酒吧 叫喵星人嗎 年輕人 這麼快就忍耐不住了 反正帶我去一次 沒問題 要不找人把這個郵箱換掉吧 留著吧 十年前的東西留下的不多了 你有沒有看過一個電影 就是這樣破舊的郵箱 能收到過去寄來的信 一對隔空的戀人 就是靠這個郵箱來談戀愛 求了吧你 把你的想像力留給小說吧 走了 好 好 哎好多美女啊 哎有没有你喜欢的啊 今晚肯定有戏 今天晚会呢 放一些嘉宁姐以前的天安广告什么的 然后现在有那个高科技 就是可以跟嘉宁姐一起唱歌 多有意义啊对不对 别傻了俏俏 这相信谁才知道啊都死了10年了是啊 哎我说当时你们你们你们我都喜欢过她吗 我喂喂这么巧 这不是机场那丫头吗 不是巧 阿根早就查到了今天晚上会来变了 行啊乔乔喂 你是不是喜欢人家啊 口味变了啊 哎 无可畏啊 当兄弟永远支持你 给你面子我们肯定去 你们最好的啊还有刚刚 嗨好巧 你在这 也许是缘分吗 这都能碰上 那你先来吧我家一起啊 我告诉你 我对你可没信心 我家就在附近 我说话你没听懂啊 我只想把本子还给你 我本子在你呢 我先走了啊 哎哎等等我 等等我 我跟你说啊 我在你家可不吃饭不喝水啊 我拿了本子就走人呐 是不是嘉欣姐的和那个王八蛋的家吗 你怎么把我带这儿来 这是我家 你把他买了呀 简直是疯狂粉丝 哎你等我一下 等等我 哇 这桌子和十年前一模一样哎 十年前就来过 偷偷的 偷偷的 这是我撕的事 把本子还给我吧 走 我想加入 加入什么 我想加入嘉欣的粉丝团 可以 不过我这些盛名粉丝团 现在只有我一个人 没关系 我呢 对嘉欣的经历们会特别感兴趣 我可以出钱资助 真的 太好了 走 你不会想跑了吧 你是这种人吗 现在你再说吧 记得明天粉丝团开会 然后说一下今年晚会的事 好 等你通知 好 那我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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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都走了 出来吧 哎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 我还不了解你 哎呀 这个女孩 二十二了 不过还蛮可爱的 潘志勇是乔乔的叔叔 这是个好机会 你在说什么 一直以来 我都没有找到接近潘志勇 了解真相的机会 直到遇见他 你是在利用他 我还没有死心 这件事情我必须要调查清楚 才能解开我过去的心结 彭震东 十年前你经常跟别人打架 但你不是个王八蛋 因为你从来不会欺骗一个天真的女孩 我没想欺骗任何一个人 我只想调查出真相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吧 嘉欣愿不愿意看到现在这样的你 嘉欣 现在的我 也让你很失望吧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想你吗 是 哎 他美的帽泡可以了吧 那是一次奇妙的效应 行了 回来再说吧 我挂了 如果那天你没有喝醉酒闯进我的房间 你干什么 这是我的房间 不认识我 谁啊 嗯这是我的房间你可以出去吗 我知道我知道 谢嘉欣你在哪 找到了没有 他在找 怎么会让他跑呢 他说要休息 手机呢留房间里了 现在去前台找 快立刻马上看他出酒店没有 好 谢嘉欣 你给我出来 赶紧出去 不然我报警了 我 我從小 父母雙亡 五六歲的時候 我又被親戚趕出去 我只是渴望有一點溫暖 我只是希望有人愛 就在我十五歲那一年 我遇到一個男人 我以為 他會愛我 為什麼被他騙到亞洲 就一個人在這裡 謝嘉欣 謝嘉欣 吳先生前台說沒注意 其他人哪 去把那屋找回來都從去找 是 紅震東 這個名字還真 可愛 你喝酒了吧 什麼相機展呢 哎我們穿梅花露吧 沒事吧你 沒沒沒沒沒花露 好嘞 趕緊出去 不然我把你朋友叫回來了 出去 我們去看梅花露吧 小姐 你到底喝了多少 那錢我不要了 你把這個給我 啊把他給我 去去去 別把他還給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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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这个顶梅花录 你赚大了 这是个疯子 去哪儿啊 如果不是我妈必证问 去亚洲喝情子小姐小姐 两个不同诡计的人怎么可能遇上你 去哪儿 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来晚了 琴已经被抢走了 从战斗 琴子小姐怀孕了 昨天还好 她说孩子是你的 我们连时候没气 你不承认 可能 不承认就是 你有家族的名声 没死吧 谢谢 我怎么困在这 你喝醉跑进来的 不记得了吗 所以孩子真的是你的 我跟那个琴子小姐呢 一共就见了两次面 还是你也喝醉了 我和她 根本连手 别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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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把人家姑娘怎么啦 我是被坑了 你怎么还跟着我呀 哦 那我走了 哎